1945年8月15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 由于国民党政府意图不轨 我国仍然处于山羽欲来丰满楼的时刻 幸亏毛主席早就洞察到国军的阴谋 他迅速发布了作战指令 要求继察军区先发制人占领张家口 8月23日 我军成功击败了日队和伪军 解放了张家口 同时我军收缴了日军留在张家口的巨量战争物资 这些物资让郭天明感到不寒而栗 他说幸好他们已经投降了 否则这些物资足够供应日本人再打八年 张家口的日军仓库到底存放了多少战争物资 才能引起郭天明如此惊叹呢 这些物资是日军从何处获取的呢 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 驻扎在张家口市区及周边村镇的 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军民 对日本侵略军发动了局部反攻 我军主力部队 张家口当地武装和民兵 不断向日军发起进攻 攻破了许多日伪军的据点 在此基础上 我军全力发起进攻 形成了对宣化 张家口等地的夹击态势 我军基本上掌握了战斗的主动权 自此日本侵略者开始走下坡路 他们的兵力日益衰弱 伪军也时期低落 战斗力逐渐减弱 在1945年的上半年 我军发动了对日军的两次大规模攻击 都取得了胜利 这两次战役的胜利使得张家口附近数百个村镇被解放 也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战斗力量 同时归缩在张家口时区的日军和伪军 也被八路军重重包围 我军已经达成瓮中捉鳖之势 8月 苏联和外蒙古纷纷向日本宣战 趁此机会 我军按照中共中央和八路军司令部的指示 在敌后战场上发起了全面反攻 11日 副作义将接受张家口及附近地区日卫军投降的任务 交给了孙兰峰 并暗示孙兰峰先下守围墙 抢占张家口 12日 聂荣真下令平北军与苏猛联合部队合作 争夺张家口 15日 日本宣布投降 与此同时 我军将领郭天明 詹大南和段苏全 率领主力部队急行军 迅速逼近张家口 当天夜里 我军主力已经到达青边口 距离张家口仅15公里 先头部队已经抵达离张家口仅10公里处的一个小村子 17日 我们派出两名代表与日军进行交涉 日本方表示 他们接到的命令是与国民党附作一方商讨投降事宜 20日早上6点 我军对拒捕投降的敌军发起总攻 经过激烈的战斗中 八路军成功夺取了日军兵营和飞机场 听到消息 留守在张家口的日本民众收到日本军部的命令 向天津方向仓皇逃窜 日本军人则沿着平随县北撤退往北平 22日 我们平北军第二次进攻张家口市区 在火车站附近与一大批日本人展开了激烈战斗 次日黎明时分 八路军勇敢且迅速地攻入张家口 将躲藏着日伪军的德王府团团包围住 隐藏在此处的伪军纷纷交出武器下跪求饶 表示自己不再负于顽抗就地投降 这意味着我军成功占领了张家口市区 在此次战役中 我们消灭了两千多名敌军 并缴获了大量军备 随后八路军相继收复了张家口周边各线 24日早上 我军向全世界宣布 八路军已经解放了华北地区重要据点张家口 夺取张家口的胜利 不仅粉碎了蒋介石阻挠我们向东北进军的战略意图 同时也将张家口变成了我军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 大量的军队和将领从张家口出发 前往东北 为巩固和扩展东北解放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解放后张家口迅速成为我军政治 军事和文化的中心 他也为我党在治理大城市方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户中的战备物资极其丰富 以大同的煤矿开采为例 日军占领张家口之后 对国民党遗留的矿产基地进行抢占 从1941年到1945年之间 日军仅大同掠夺的煤资源就有一千万吨 此外占领期间 计划在石家庄附近矿场掠夺三百万吨提框石 刚才咸铁各数十万吨 大部分都运回日本国土 年产三千五百万斤的羊毛 每年都要往日本输送一千万斤 大量田地被征用去种植鸦片 据统计一年的鸦片贩卖收入就达四千万两 在解放张家口时 日军来不及带走的物资都封存在库 不仅是武器弹药 各种战备物资都是堆出输作仓库 可见日本对张家口的掠夺之身 面对堆积如山的物资 稷查军区司令郭天明不禁感慨 如果日本人不投降 这些物资数量多到 可以供应他们八年的战斗需求 当然八年的说法会有些夸张 一旦这些战备物资投入使用 我军又将要打多少次恶战 此次解放张家口之后 我军部队得到了极大的补充 凡是来找郭天明要武器弹药的兄弟部队 郭天明都尽数给予 甚至给每位干部一人一件毛皮大衣 那么日军在张家口存放的作战物资 是从哪里来的呢 1932年 日本侵略军在东北地区建立了维满洲政府 开始了大规模的掠夺行动 由于当时技术的限制 火车和轮船等交通工具 需要煤炭作为能源 因此东北地区的煤田 成为日本人的目标和掠夺对象 在建立了维满洲政权后 日本进一步发展了交通运输 并开始将注意力转向钢铁资源 甚至派遣队伍寻找石油和铁矿石 日军逐渐控制住东北地区后 开始向中国其他地区进发 我国的每一寸土地都遭受了日军的侵略 各种矿产资源 木材等 都被不断开采 并运往日本本土 更令人愤慨的是 日本军方还秘密将中国历史上的一些文物 掠夺并带回自己国家的博物馆进行展示 在此期间 日本将抢劫来的物资通过工厂生产出武器 但要等军用物资 然后运往日本在中国设立的军事基地 这批物资被全部用于战争前线 以获得更多的资源 强化他们的军事力量 这一行动启动后不久 日本侵略军从中国带回的物资 甚至已经足够满足他们全国人民的需求 甚至还能产生剩余 销往国外赚取更多的利润 日本从一个资源匮乏的小岛国 经过对中国的资源争夺 逐渐实现了自给自服 甚至出现了资源过剩的情况 日本获得了切实的利益后 他们变得更加野心勃勃 想要彻底控制中国 但是在认识到中国军队的实力后 日本被迫陷入了持久战 于是在他们占领的地区 修建了大量的仓库来储存军需物资 单单在张家口一带 日本就建立了几十座仓库 里面储存了各种战争物资 仅仅是张家口地区的资源 就足以供应日本人 持续八年之久的侵略 要是再加上在东北 和中国其他地区获得的资源 结果不堪设想 因此 郭天明接管日本人的仓库后 也松了一口气 暗自庆幸日本人投降了 郭天明有如此想法 证明了他曾经经历了 太多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 1905年 郭天明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 由于家境贫困 在全族人的资金支持下 他才能进入县城的一所中学 接受教育 1926年 受到老师蔡集欧的鼓舞 郭天明成功进入黄浦军校六七 从此踏上了军旅生涯 1929年 郭天明到达了井冈山 成为红军中的一员 他骄傲地说 从此以后 我就在毛主席的指挥下进行战斗了 郭天明刚加入红军时 性格火爆 对国民党反动派充满了憎恨 只要听到哪里有国民党 就会马上率部 向战斗地点冲锋 因为太想要成功打击国军 他会忍不住 对那些胆怯未缩和拖延的士兵 破口大骂 这样的行为 很快传到了毛主席的耳中 为此 毛主席召开了一次会议 要求郭天明当众检讨自己的行为 毛主席的尊尊教诲 给郭天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使他对自己的带兵方式 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自此 无论遇到什么情况 他都会努力克制自己的脾气 1933年 王明不支持毛主席的主张 郭天明站出来谴责王明 他因此被革职 从军队总指挥降级为一名学员 值得庆幸的是 不久之后 郭天明重新回到了队伍 成为了九军团的参谋长 在第五次反围角的期间 郭天明奇思妙想 带领部队奔波千里 一支带着敌军绕圈子 成功牵制住了敌人 圆满地完成了组织上 交给他的任务 他的战术还受到了周恩来的称赞 在长征期间 他与罗炳辉 一起指挥九军团的战斗 郭天明将他的战术 发挥到了极致 把敌军迷惑地布置东南西北 成功地瓦解了敌人的力量 红一 四方面军会事后 张国焘凭借红四方面军人数 众多的优势 要求中央给他更多的权利 否则坚决不履行 我党给出的北上指示 郭天明当时在朱德和张国焘 共同领导的军中任职 他深知红军北伐的重要性 得知张国焘拒绝接受 中共中央北京的命令后 他试图劝说张国焘 打算小智以情动之以理 但遭到了张国焘的强烈拒绝 郭天明彻底被激怒 与张国焘争吵不休 甚至想要动手打他 幸好有人出现 阻止住了他 这引起了张国焘 对郭天明的记恨 但他并没有直接杀害他 而是将他发配到一所学校 担任教导主任 郭天明对这个安排感到不满 私下探听红军动向 打算偷偷出发 与中央红军集合 张国焘得知此事后 勃然大怒 下令将他逮捕 并立刻处决 千军一发之际 朱德得知了这一情况 迅速赶到现场拯救郭天明 朱德大声喊道 不能杀了郭天明 他在军中极具威望 要是他死了 你如何向士兵们解释 真的不怕有人造反吗 听到朱德的一席话 张国焘没有再采取行动 这一次 郭天明的姓名算是保住了 西路军组建后 郭天明带领西路军 历经艰辛困苦 抵达新疆敌华 执行中央给他的任务 当军队完成任务回到延安时 毛主席特地会见了郭天明 会见期间 毛主席对他说 目前中央军委急需人手 你就先去那里工作吧 于是 郭天明开始担任 我军作战局局长 成为了毛主席和 朱德的左膀右臂 1938年 牛道岭战役中 郭天明成功斩杀了日军的 一名高级军官 为日后的抗日战争 扫清了一大障碍 此次战役大大提升了 我军的事迹 1941年秋天 日本华北军 集结了将近十万人 对北越区发动了全面进攻 在这场战役之前 日本人就将 我军的根据地重重包围 希望一举歼灭我军 然而 由于我们根据地所处的山岭地形复杂 日本侵略者多次亲身体验了 八路军在山岭作战中的凶猛之处 因此 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双方陷入了僵持状态 一天夜里 根据地的电话铃声响起 一位参谋长接听了电话 对方声称是中央总部打来的 要求他们提供具体地址 组织上打算派出专家进行战略支持 参谋长听到是来自总部的电话 感觉援军要到了 正准备开口告知地址时 在屋外听到对话内容的郭天明 突然走了进来 他意识到 这是敌军来刺探我军位置 立刻让参谋长挂断了电话 以防万一 他下令我军将士马上进行伪装 并且立即向北方和南方两个方向 分头撤退 就这样 郭天明的部队分成两路 悄无声息地向山下撤退 在下山的路上 他们果然注意到 有日本兵鬼鬼祟祟地上山 这次行动但凡稍有犹豫 就可能被敌人包围 郭天明的激进与果断 拯救了根据地所有将士的性命 1945年 抗日战争胜利后 郭天明得到组织 尽快夺取张家口的指示 他立即率部出动 在国军到达之前 解放了张家口 1950年2月 郭天明被指派到云南进行建设 在接下来的三年中 他成功消灭了数十万山贼 彻底稳定了我国边疆云南的局势 郭天明在云南工作期间 为云南的国防和经济发展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5年 他被授予上江军衔 这是对他在革命中的 杰出贡献的表彰 是党和人民对他的肯定 1970年5月26日 年仅65岁的郭天明 在广州逝世 郭天明生于我国 飘零动荡之时 和许多爱国之时一样 他毅然踏上了 保家卫国的道路 愿意为此 献出自己的生命 从在张家口仓库缴获的日军物资中 他不仅看到了数量惊人的货物 还意识了日本人侵略中国的野心 和充分准备 郭天明由此表现出的大局观 和对祖国的惦念 值得我们敬仰 我们虽然生于和平年代 但是也应该和革命前辈一样 在内心树立 要为祖国强大而奋斗的理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